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尔尔的两个用法吧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尔尔的第一个意思 用在乘数句末 表示限制语气相当于罢了 长根止不过紧紧等连用 对句义起冲淡作用 所以尔尔的第一个用法就是冲淡句义 就是意思没有那么强 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两个句子吧 别生气 我只说说 还有别生气 我只说说而已 他们的意思是一样的 但是在句末家而已 意思更弱 语气更缓和 别生气了 我只说说而已 别生气了 我只说说而已 别生气了 我只说说而已 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别当真 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别当真 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别当真 而以的第二个用法 其实是一个固定搭配 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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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我们确实认识 仅此而已 好的 其实第二种用法 是第一种用法的一个固定搭配 但是仅此而已 常常用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哦 有时间的话 造个剧吧 谢谢观看 明天见 再见 再见